敢不敢去拉香馆睡觉 你别说 我真找到了 太狗 不对啊 啊 你们看 这个不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等 现在我在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是石膏馆 是拉香馆了 这都是一个雕像 不得不说这个雕像栩栩如山 今天晚上一定是个不眠意 感觉这以前是给人家浏览的 去看一下 这像我之前去的一个地宫 使得这里的石像更加有色彩 我现在只能说我汗流浃背了 这上面都是灰 去其他地方看看 哇 每个人物的脸都不一样 他们就盯着你看 这个小孩拿着石油串吗 在强光下面其实还可以 那种微弱的光 感觉真的很不好 OK 是不是 这是不是有一点点害怕的吧 我现在就是这种恐惧感 那这个背景也太真了 看一眼珠子 都感觉特别特别的逼真 我得去找一些有宫女的地方 我不要跟几个大脑沿外一起睡 这个晚上真的得吓人 苏无牧羊 应该是一个叙事形式 从前面到后面 我都在讲一个故事 这个就有点吓人了 雏形了这是 怎么故事就慢慢变成这样子了 这个有什么地方 这里就是我们刚路过的地方 然后这里有扇门 这个地方比里面还要害怕 特别像那种游戏里面的交过道 这什么 哇 有人像他 我不该走了 有声音 我现在也不知道哪里出去了 我准备往回走 往回走 然后找一个合适的睡觉地方 这个里面应该可以了 不好意思啊 我的借宿已小 空间也比较小 门口的话 三个雕像 就在这个地方尝试一下 这就是我的睡觉空间 整体来说的话 还是有一点胜忍的 而且我现在特别特别热 胸口这衣服都湿了 把灯关了 灯关掉的话 我感觉 实在不敢睡觉 就是要关了 我现在眼睛看过去的 就是这个样子 比这个还要暗一点 明天早上醒过来 他们面对我 我就害怕了 这种害怕 我就很难跟大家来解释了 什么声音 我觉得有可能我还是需要被子 没被子 没有安全感 极其古怪的声音 但是我根本找不到是什么 你看这个周围有关系 怎么睡得着 好你看 这个地方灰有点大 带着口罩睡觉 12点30分 晚安各位 都是蚊子 你看 抓下来的 把衣服劈起来 你们听到了吗 我一个晚上都没什么睡 喉咙还起特别毛 2点45 折磨了两个多小时 没睡觉 没睡觉 我一个晚上都没什么睡 喉咙还起特别毛 你们要不要听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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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了 不敢在这个地方呆了 太折磨人的精神 多是雕像 终于出来了 刚刚就在这个门里面 天马上都要亮了 第一次睡觉是逃出来的 5点05分 出来过后就没有那种恐惧的感觉了 我跑得累死了 帽子上面都是汗 有史以来睡觉睡得最狼狈的一次 床直接搬出来 裤子上全是灰 灯海在我口袋里 这一次完全就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 灰比较大 一直呛一直渴 那些雕像就是在这个里面 里面很远 就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 我一开始以为是五代的那种蜡像馆 但没想到它里面就是一种石膏一样的人偶 你别说也是微妙微笑的 你们下次给我提一点 不是荒废的题材行吗 我精神病都要快出来了 还有什么想要我去做的条件 欢迎在评论去告诉我 拜拜 这么大一棵树真的绝了各位